好香喔 奶油味很重欸 喔~~ 好像跟剛剛差不多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ina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 就是 超無腦電鍋料理 沒錯 就是非常無腦 就是如果你有一點點會煮菜的技術的話 我建議你現在就是立刻跳出好不好 因為我就想說 就是有人會跟我說我家沒有廚房 沒有辦法煮菜什麼的 其實只要有一個電鍋 你就可以變出超級多東西 我以前在加拿大也不這麼覺得 因為我沒有電鍋就以前都不知道電鍋的好用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才發現 電鍋真的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 反正我今天呢 就準備了五個 我就是平常自己會煮的 在家可以做的東西好不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哈囉大家 對啊 我今天剛下班 然後我今天要來煮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有點廢 但我覺得這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呢 我今天要來用電鍋 我在想說這會不會太簡單 我就google了一下 然後是真的人問這個問題 說電鍋怎麼蒸青菜 反正蒸青菜就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你不用想說 好像會沒味道什麼的 我等一下要跟你們說 要怎麼樣讓它很有味道好不好 就也是很簡單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洗菜 我覺得最麻煩就是剪菜跟洗菜 但是我就是一個很隨便也很懶惰的人 所以呢 就隨便剪一剪然後泡一泡 我就吃了這樣 然後你在用電鍋蒸菜的時候 其實最好是選比較硬的那種菜 不然像是那種很容易就軟就爛的菜的話 也可以蒸 但是就是要就是很快就要拿起來 不然它就會很容易黃掉 喔對 然後跟大家講一個小知識 你們知道其實 燙青菜是沒什麼營養價值的嗎 因為燙青菜它是把一些就是 裡面的營養就是都把它燙掉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實是 吃生菜 再來是用蒸的 或者是用烤的 所以用蒸的 看起來好像也是水煮青菜的感覺 但是它的營養價值 會比燙青菜還要高 好 我覺得這道菜的就是唯一的重點 欸 等一下我這樣子會讓就是 就不會的人很挫折 我跟你講就是真的很多人不會好不好 不要覺得就是好像大家都會 好 我現在要來點菜了 然後我看有沒有買超多的紅心菜 就是紅心菜 地瓜葉 欸 其實我不知道地瓜葉這個梗可不可以吃欸 好像有人在吃吧 應該都是地瓜葉吃葉子吧 我等一下會不會就是被網友罵 就是超不專業 但就是要新手去做新手料理才有說服力啊 你看這麼淺的人都做的會的話 大家都可以好不好 這樣我就是很憑感覺 但大部分都可以吃啦 我覺得電鍋沒什麼失敗率 好了 我大概花了五分鐘 把它剝好 然後把它沖一沖 欸 而且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應該都不知道就是 其實青菜你抓一把好像很多 我這樣其實煮起來就只會有一點點 就是青菜會說水縮得很嚴重 所以你不要想說喔好像煮很多的感覺 但其實你蒸出來吃然後會變得超燒 超級燒那種 然後就在電鍋裡面加大概一杯水 我剛已經加了 然後再把菜放進去 剩一點點 這樣就好 因為有時候裡面的菜如果沒放水的話 像我之前放煮花葉菜它就沒有煮熟 就是會苦苦的 你要加一點點水 然後就這樣 地瓜葉只要等五分鐘就好 然後我接下來我要配什麼呢 我昨天有弄了一個優格雞胸肉 用優格醃的雞胸肉 大家好像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沒有 其實醃起來超好吃 完全沒有優格的味道 我查網路上好像這是一個流傳已久的做法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看到覺得很噁心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也覺得超噁心 但昨天吃起來發現肉超嫩 超好吃 然後我要怎麼弄呢 我要用氣炸鍋用 好 反正我這次是拍電鍋特輯 我現在就會再出一個氣炸鍋特輯好不好 氣炸鍋真的超方便 你們不要以為氣炸鍋只能炸東西 氣炸鍋可以做超多事情 好了 它剛剛跳起來了 這時候要怎麼樣呢 這時候先把電鍋打開 你看是不是原本很多結果變超少 好 跟你們說它看起來就是一個一般的燙青菜 但是跟我剛剛講就是它的營養價值比一般的燙青菜還要高 所以大家如果有電鍋都可以用蒸的蒸青菜 然後呢 要怎麼讓它變好吃呢 就是你首先要有各式各樣的醬 因為我超愛吃辣 所以我覺得燙青菜只要加辣就很好吃 或者是你有醬油膏 其實加醬油膏配辣椒就超級好吃 一般外面也是醬油膏嘛 然後我之前是冰箱有微粒炸醬麵的炸醬 加青菜麵也很好吃 然後我最近買了一罐櫻花蝦醬跟一罐XO醬 跟醬超好吃 所以其實就超簡單 你只要燙好之後 然後你把冰箱裡面的醬拿出來加就好了 反正就是非常無腦的這個菜 然後又可以吃到菜 我最近買了這個辣椒醬 超級辣 所以加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還有這個櫻花蝦醬 我覺得它XO醬也蠻好吃 但我還沒有吃過櫻花蝦醬 我來打開來吃吃看 好了 你看我花了多久時間準備這道菜呢 加上蒸的時間其實也才十分鐘吧 你蒸完菜十分鐘 你頂多再花個十五二十分鐘 然後再做另外一個菜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大家家裡就是可以真的背各種醬 因為如果你只有電鍋的話 你可能蒸起來會覺得很無聊 超好吃 哈囉大家 我現在又要來做到電鍋料理 然後今天要做的是 羅宋湯 對其實我本人就是非常愛喝羅宋湯 但是也是我第一次做羅宋湯 啊然後因為我平常就是非常的懶惰 所以那種就是我覺得好像要準備比較多東西的料理 我就會很不想做 所以我今天就是也是第一次做 然後看不知道好不好喝 喝喝看這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材料 今天就是要有骰子牛 為什麼是骰子牛呢 因為我找不到牛肋條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骰子牛感覺跟牛肋條應該是蠻像的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就買這個 然後紅蘿蔔 高麗菜 馬鈴薯 跟番茄 這個是番茄泥 然後番茄醬 我只有這一包番茄醬 那它的做法是什麼呢 做法就是 全部東西切一切 然後丟到電鍋裡面就好了 你看這這麼簡單 你去外面點一碗羅宋湯要多少錢 好我們就開始切菜 然後我跟你們說大蒜啊 就是 把它用刀子把它壓一下就好了 它就會皮就會散開 然後就不用切 因為它只是要它的味道 它不是要你吃那個蒜 所以你就直接丟進去就好 我剛剛做了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加了這個 這個是什麼 健康廚房的 它說要加高湯 對然後我還加了鹽加了糖 然後我加了大概480的水 A little later 很好喝耶 但感覺番茄味可以重一點 應該番茄醬可以再多加一點 肉沒有爛 但是是有嚼勁的 很好吃的 但感覺可以再煮久一點 這樣我真的好餓 好 哈囉大家 我今天要來先做 奶油 野菇 香腸 番茄燉飯 因為我暫時還沒有想到它叫什麼名字 所以它就是 它有高麗菜 所以是奶油 野菇 高麗菜 香腸 番茄燉飯 這個料理其實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這樣的東西其實超簡單 反正我媽有稍微傳授我一些 但實際上就是我自己發明的 因為我就想說想吃什麼料就叫要加什麼料 所以我等一下就來做這個很簡單的料理 材料呢有小香腸 然後大番茄 一顆 這個菇 菇也是隨便買的 就是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加什麼菇 然後這個白醬我很久沒吃了 我記得我以前吃的時候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高麗菜 跟糙米 為什麼選糙米呢 因為白飯其實是沒有很好的精緻澱粉 所以我就是想說用糙米 我超愛吃小香腸 家常其實是不好的肉 而且它有那個什麼 雅硝酸鹽 所以我就很少吃 我跟你們說在家自己煮飯的好處就是 你要加多少料就加多少料 不加錢 超多香腸 我跟你們說番茄不用切丁 你只要把它這個頭挖掉 然後這邊就是切絲刀 在旁邊切絲刀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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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絲刀就可以了 然後呢就這樣 然後旁邊再切絲刀 像這樣子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其實超快 我現在弄完只剩下高麗菜要切到稀而已 因為我一直覺得它有點麻煩 所以我一直有點懶得住 他一直沒想到 其實不到喔 不到十分鐘就好了 反正就把全部的料都丟進去 放超多高麗菜 好多喔 會不會太多喔 沒關係啦 還是要露出一點番茄 這個醬超好吃 我小時候就吃過 你們沒吃過一定要買來吃 痾 要加多少還是 就是自己看著辦 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我這個食譜是很隨性的 大概三匙吧 好 反正就把這一鍋呢 就放到電鍋裡 加多少水呢 就是 我是想說 我弄多少杯的米 就加多少水 比較多一點嘛 因為超梅比較難煮 所以我兩杯半的話我就加三杯水 然後裡面也加三杯水這樣 好的好像過了三十分鐘吧 我的電鍋都有點跳起來了 然後 看一下 好香喔奶油味很重欸 喔 好像跟剛剛差不多欸 好了它就是長這樣 對就是這樣 翻這個番茄超療癒 還是要把它搗碎 然後喔 這個看起來厲害欸 但是香腸看起來怎麼不怎麼好吃啊 我跟你們說這個真的超簡單 而且你這樣煮一鍋 你就可以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等到你 就是明天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熱 根本就一次煮好 三餐 超好吃 只是 飯有點硬 哈哈 還是可以再煮久一點 我請我的室友幫我試吃 怎麼樣 好吃欸 我完全沒有辦法 看到你的表情 好吃 真的還不錯是不是 欸他剛剛跟我說他不吃就是 關於任何就是番茄的東西 結果 欸很讚欸我本來覺得你一口就不吃了 結果你竟然把那個小盆吃完了 我的臉有腫 大家午安 我今天要來做的是 呃一個非常好拿來補充蛋白質的東西 而且它超簡單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然後吃完就是覺得很飽 我有時候就是中午暖的退冰 或前一天忘記退冰的話 我就會吃這個東西 它是 蒸蛋 但蒸蛋它就不只是蒸蛋 我裡面還放了豆腐跟蝦仁這樣 是不是很多人不會蒸蛋 反正我覺得蒸蛋用電鍋就是超方便的 超簡單 首先呢我們需要的材料是兩顆蛋 兩塊豆腐 再來呢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蝦子 好我們來製作蒸蛋 蒸蛋的話呢就是 把蛋打到碗裡 好蛋殼先不要丟喔 然後蝦子啊你也可以切也可以不切 就看你有多爛這樣 然後打完蛋之後呢就要用這個蛋殼 剛打兩顆蛋嘛 所以兩顆蛋要 呃兩倍的水 所以是整個要大概四顆蛋的水 所以呢半個蛋殼的話大概就是 八個半個蛋殼的水 但是呢因為我要加豆干 我不知道這個觀點對不對 反正我是覺得豆干好像會出水 所以我就不會加到這麼多的水 我大概會加七個蛋殼的水 是七個半個蛋殼 然後加多少水我就是也是隨便 因為我其實不知道到底要加多少才夠 所以我就是加個水性 然後它跳起來之後就看一下有沒有 就搓下去它如果不是固體的話就可以 啊搓下去還是濕的話 你就可能就要再加一點水這樣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做蒸蛋的小訣竅 就是你們電鍋是一定要留一個縫 這樣子才不會蒸蛋上面一個洞一個洞 所以你蓋上鍋蓋的時候我都會這樣 就是蓋著斜斜的 然後我這樣就開始 其實我就是很愛吃蒸蛋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蒸蛋是可以加一點什麼其他的東西 就不會太無聊 然後又可以就是吃飽 剛剛其實最後有加醬油嘛 但是它那個顏色 就是顏色出來不會就是黑黑的那樣 而且蒸蛋會帶有一點就是蛋蛋醬油的香氣 有點像在吃壽喜燒的感覺 我跟你講吃完這個真的是超飽 你們不要想說這個吃不飽 真的大家可以試試看 吃這一碗你中午就會很飽了 哈囉大家我今天呢 看起來有點厭世 因為我今天月經來 然後我就很懶得做事情 但是我今天就是還是要吃晚餐 所以就是還是要來煮一點東西 好我今天要來做雞腿精 我每次講菜每次覺得這菜聽起來很難吃 但是它看起來是真的好吃的 它是金針菇雞腿 但是它就是真的很簡單 然後就是你去買雞腿肉然後金針菇這樣就好 然後我自己又是一個很愛吃雞針菇的人 所以就是冰箱裡常備大概會有四包金針菇 好我們就開始來做這個金針菇料理 好首先呢先拿出我們的雞腿肉 然後然後我跟你們說 接下來的步驟呢是要醃肉 但是很多人聽到醃肉就會覺得很害怕 想說蛤要醃肉感覺很麻煩 但其實不是醃肉就只是把肉泡在醬裡面而已 就是這麼的簡單好不好 但是這是不專業的做法 就是以我不專業的理解來說 肉就是放在醬裡面 然後給它就是泡個二十分鐘 然後就可以了這樣 所以這個有一點前置作業 所以你泡在醬裡面之後 你要把它冰到冰到冰箱裡面這樣 它要加那個米酒 所以就倒一點米酒 倒的量大概就是可以醃過那個 泡到那個肉這樣 加入鹽巴 然後它要加黑胡椒粉 但我們黑胡椒粉 所以我要加白胡椒粉 我就是這麼的隨性好不好 好了 醃肉就是這麼的簡單 然後就放到冰箱裡面冰個二十分鐘 你們知道這二十分鐘裡面 可能可以做什麼事情嗎 這二十分鐘裡面 就是可以開始準備等一下 要用金針菇啊 或是其他的料 然後肉就先給它醃 就放在冰箱這樣 不會浪費時間 就是時間管理大師 可以看 好了大概就是這樣 好我這邊跟大家講個觀念 就是有些人可能想說 蛤這道菜我不喜歡蔥 然後我不喜歡什麼 我不想吃這個 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很多就是料理啊 或是食譜 就是你不喜歡吃的東西 就不要加 或者是你沒有的東西 那你就換個東西用 就是我之前在研究的那個食譜裡面 就是這一道菜 它是加什麼 日本的蒜風味油 但是因為我沒有那個油嘛 我也覺得 如果我只為了這一道菜 然後買這個油 我覺得很浪費 所以我剛剛就切了蒜 然後我想說 等一下可以加個奶油 應該也蠻香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 你什麼樣的味道OK 然後家裡有什麼食材 你就可以用 就是其實也沒有很限定說 一定要什麼配什麼 就是家裡有什麼就用什麼 反正試了難吃 就是一次難吃 那你下次就知道就不要這樣加 我覺得這樣子做菜才會有樂趣 就是不會好像綁手綁腳的感覺 我的肉 欸但是我剛剛上午 確認了一下 就是醃料啊 你是要把它 就用手抓一抓 讓它那個醃料進到肉裡面 但我剛剛就是一個肉物示範 就是把它丟進去而已 好我現在 要把它 就是把它全部都丟到 碗裡面 這道真的是零廚藝 我跟你講你什麼都不會 你還是可以在家吃這道 你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好不好 現在這抓是來不及了 我跟你講亂做 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樂趣的 好不好 好就是這樣 好那因為金針菇會出水 所以我們就不放水了 然後呢想說丟一個奶油進去 外面放大概一杯半的水 多久 多久 現在要把電鍋打開 應該是可以吃了 因為我已經 等到快睡著了 來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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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看起來好像還好 哈哈 我把它裝到盤子裡 對了各位就是 廚房新手 就如果你要看就是肉有沒有熟啊 其實你只要搓一下雞肉 可是這吃火鍋應該都會吧 就是你只要搓一下雞肉 它如果是搓的進去 然後它是可以撕開 像平常吃那種雞肉 不是那種 就是搓不開軟軟的 就表示它熟了 看起來超好吃的啦 好了我不知道拍起來好不好吃欸 大概就是長這樣啦 然後它聞起來就是一種奶油金針菇的感覺 然後還有配上雞肉 然後呢我還有燙了 地瓜葉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吃這樣 嗯 欸我覺得很好吃欸 就是它完全不會很鹹 肉是嫩的 因為它是雞腿肉 不像雞腿肉 我會 感覺會有點柴 然後其實如果你要配飯的話也 還不錯 就是拌在飯裡面 就很像是有點湯泡飯 或是會飯的感覺 可以 好 好 看得出來我就是 結尾跟開頭是同一天錄的 好 反正呢你們覺得看完怎麼樣 我自己是覺得超級簡單啦 然後 如果你在家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或者是你不想要吃外食 偶爾想要吃清淡一點 真的可以用電鍋去做一些東西 因為其實東西洗一洗丟進去 然後等一下跳起來就可以吃了 我是覺得真的很方便 然後我覺得 其實最初階就是電鍋 然後第二階就是 中階的可能就是氣炸鍋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氣炸鍋就是只能炸東西 但實際上不是 氣炸鍋可以變出超級超級多東西 我覺得甚至比電鍋還要多 它可以煎 可以炸 還可以烤 就是烤蛋糕什麼的 反正就超神奇 我下次也想要來分享一下 我自己用氣炸鍋的一些小料理這樣 我自己是覺得 人家有電鍋加氣炸鍋 就是完全可以不用廚房 你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菜 除非你要板的 才需要一個瓦斯爐 好不好 好 反正呢 今天就大概是這樣啦 然後如果你們有 任何想要推薦我 可以煮的電鍋料理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